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无虚伪 无缠取之心 执心的人其心胸正直光明磊落 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势 不少烦恼牵挂 纠缠 与人相处 也不会刻意攀缘 缝赢他人 更不会有侥识 巧诈 虚言复识 案件伤人等行为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执心的人也多倾向心口一如 言行一致 而贪嗔等恶习 也较薄弱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的启示精神 一 中国传统儒家所说的君子 儒士 以及中古世纪欧洲的启示 就具备持心这项听格 未译的读高 食欧宣可 检查到你养米 正直到你养米 二 拥有执心的人 不仅为众人所敬爱 在佛教里的善知识们 也都特别喜爱 有如此特质的弟子 三 执心的人 对佛法的感应会较灵敏 同时也较友善知识员 修行者是否具有执心 对于修学佛法非常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执心者是法器 一 也亦砸阿罕经言 以执心故得法 得意 得清净佛 有大波涅槃经说 以执心故 明佛弟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华言经 助法戒品言 因静执心 见善知识 随顺其教 增长山根 如 依雪山 出众 抹药草 为 佛法器 如 海 吞流 可见 聚职执心的弟子 才能 荣寿 正法 如何培养 执心 一 《宝语经》记载 无写取信 得知执心 纠罗摩史说 执心 执实心也 发心之时 始于执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说明 较柔造作 禅取 正好 与执心相反 因此 去除虚伪 禅取 适得执心 首要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在日常生活中 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在身与意上 要自然 甩真 真诚待人 尽可能放下私欲 人我分别 在 在与善知识 讨论佛法时 不可复藏或伪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 如此不断提醒自己 久而久之的习惯 自然形成个性 这是修学菩萨行者 应该做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所以青云 执心念道 可免重苦 古德也说 一条旋指心 不遭其路苦 弯弯曲曲的烦恼 会产生许多狭隘的心理问题 进而影响良善的心灵生活 这样的人绝对不会获得喜乐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心平静心欢喜 清静执着欲望心 寻求心灵光明处 生命电视赵亮明 各位 阿弥陀佛 佛陀要我们看到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本来就是平平静静的 充满了爱 充满了慈悲的 但是 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心 执着的欲望 恨某一个人 很烦恼 那你的心就乱掉了 你的生命就黑暗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经常 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会看到你的心 你会找到佛陀 你会找到生命的力量 找到慈悲 阿弥陀佛 华波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不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4.2 2 多田 2 2 大陀佛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